其實任何的藥物都有可能發生藥物過敏 但是有幾個藥物是相對比較常見的 像是使用抗生素、鹹飲劑、麻醉劑 還有很常見的是非固醇類的消炎止痛藥 還有像阿斯匹林都是很常見的 可能發生過敏反應的藥物 藥物過敏現在發生的機會其實很常出現 每個人都可能會發生 那為什麼會發生藥物過敏呢 其實就是在我們服用或者是塗抹 或者是注射藥物之後 我們身體的免疫系統 對於我們吃下的藥物 產生了一些免疫系統的反應 表示我們對這個藥物有一些過敏的狀況 其實影響的因素有非常的多 可能跟我們個人體質有關 跟遺傳、性別還有像是年齡 都有很大的關係 藥物過敏總共有六大徵兆 好那大概一個一個跟大家說 第一個是疹 疹的話就是皮膚呢 可能會起紅疹、搔癢 或者是長水泡 第二個是破 或是指口腔裡面有一些潰癢的發生 第三個是痛 可能是喉嚨會感受到很痛 第四個是紅 紅的話包括了 眼睛可能會有紅腫、灼熱 第五個是腫 腫的話呢很多人會非常的明顯 眼睛整個腫起來 或者是嘴唇整個腫起來 再來是燒 就是也有可能會產生發燒的反應 藥物過敏發生的時間 其實不一定是會馬上發生喔 有些人是在服藥之後 一個小時內就發生了藥物過敏的反應 這就是所謂的利己型 但是有一些是延遲型的藥物過敏反應 甚至可能會在數小時 或者是數日之後才會發生 那甚至有一些狀況是 已經不是第一次服藥 是服藥過很多次之後才會發生 所以說大家一定要特別留意 剛剛提到的六大症狀 然後再來講一下 如果發生藥物過敏的話呢 要怎麼辦 首先第一個請務必就是 將所有的藥物先暫時的停下來 然後立即的尋求醫師的治療 這是最重要的 因為藥物過敏呢 其實也有可能會有致死的狀況喔 所以說最優先的是 一定要先將你懷的藥物 先暫時停下來 先釐清說到底是哪個藥物產生了過敏 那是不是要跟醫師討論 尋找一些替代的藥物來治療 另外呢 還有就是現在的雲端的系統 其實它也可以針對我們 曾經發生過藥物過敏的藥物去做登錄 這樣子下次您在就醫的時候 就不會再被重複的開立到這些 曾經造成過敏反應的藥物 其實呢 其實任何的藥物都有可能發生藥物過敏喔 但是呢 有幾個藥物是相對比較常見的 那這邊可以跟大家提醒一下 像是使用抗腎素 咸飲劑 麻醉劑 還有很常見的是 非固醇類的消炎止痛藥 還有像阿斯匹林 都是很常見的 可能發生過敏反應的藥物 那在不用這些藥物的時候呢 也提醒大家要特別留意 有沒有出現剛剛提到的六大前兆 就現在嘗試吃到真的 我太好看了 就已經算了 我剛才在的藥物 我剛才不常吃到 你爬上 我剛才看的 我剛才又洗一下 我剛才不常失去 你爬上